不過接下來要帶你來了解 最新的 你看看 重金 來 叫天后代言 這是什麼呢 新的交友運動已經出來了 而且兩百萬人次的下載 柏欣哥來吧 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麼夯呢 它到底是 源自於哪裡啊 這個Beat Talk 它是個泰國廠商 那我們以前在做APP 要嘛就大陸 要嘛就美國 或是歐洲 或是日本 最最最最最 聽到是韓國 可是沒有人想到 雖然有泰國廠商 做一個重軟體 泰國我只會想說 沙拉底卡之類的 對啊對啊 不然就是去面拜個四面佛嘛 然後還有人妖 對對對 你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泰國居然會發展手機的APP 這APP在泰國還滿紅的 為什麼紅呢 因為它是陌生交友APP 那我們都用LINE嘛對不對 或是用微信嘛 就是我認識你 我才可以跟你朋友 因為我們是朋友 所以我們可以溝通 但是它填補的一塊就是 在現代人 在空虛 你沒有辦法認識更多陌生的情況下 它可以讓你認識 就是 莫名其妙可能隔壁的路能力很近 可是你可以因為它 而認識它 那它當然要這麼做 會有些特色 比如說 標準LINE上面的貼圖 有 有 那行動定位 好 有 還可以行動定位喔 對 就是你可以定位出你附近有哪些人 那還有隨機配對 那這些都不稀奇 所以稀奇的地方是它有隱私對話 什麼叫隱私對話 你在跟陌生人講話的時候呢 你不想要被留紀錄 對 因為你不勸的 你會跟它做好朋友 對 然後你可能發發照片 或是什麼之類 可能原本你個性 是個很嚴肅的人 突然在上面 180度就變成 我就很活潑這樣子 對…很喘巴 對…不想讓它知道 因為有隱私對話 你不怕被人家發現 你會砍掉 沒有紀錄 那國外也有那種軟體公司很夯嘛 然後…但是不可要買下來 那…但是回過頭來 那Btalk有什麼好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秀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來直接秀一下 你就知道這種最新的 而且它是標榜陌生交友喔 可以開拓你最新的朋友圈 怎麼來這個運用一下這個APP 那它的APP呢 其實它進來畫面就是這個樣子 看起來不怎麼特別 那一進去呢 就會看到你上面會有一個附近的朋友 那個搖一搖 感覺跟那個微信很像是不是 還是跟什麼的 沒有 它跟微信很像 很像 因為微信塔有一個搖一搖 對 那它也是搖出附近的朋友 那你搖完以後呢 比如說我現在搖給你看嘛 因為我沒有辦法搖 我就用手按給你看 對 你現在在搖對不對 假裝搖 對 假裝搖 然後它就會列出附近的朋友名單 然後它列出附近的朋友名單以後呢 它可以設定 設定什麼 你要選女生 或是男生 或是全部 因為現在很多那種宅男 對不對 需要找女朋友 對不對 女生的朋友 對不對 對 它可能就是這邊找 然後你在找朋友這邊 就可以設定只有女生 或是只有男生 所以你上面就可以設定說 我要執著女生 執著男生 就在我在搖之前 我在這邊篩選 執著女生 執著女生朋友 執著男生朋友 對 那除此之外就是呢 它還有一些功能就是 它有一個喜番 什麼叫喜番呢 就是 什麼 比如說我看到這邊有個 一堆人頭嘛 有個圈叉叉叉一個愛心 對 那我點到其中一個人對不對 它會出現這個人是圈圈叉叉跟愛心 那如果你覺得你喜歡他 覺得他好看 看著正眼你就往這邊一翻 就是愛心 那往另外一邊翻 就是叉叉 當然你也可以用手點的 所以他喜番用意在這邊 還有就是他一直出現很多人 所以你可以一直看 有人就喜歡看正妹嘛 對 看到正妹就頂著缺愛心 然後看到正妹就頂著叉叉 那如果說同時間這個正妹也看到你的照片 她也點一個愛心的話 你們就會自動連成好友 然後就配對了對不對 可是你剛剛說的那個什麼隱私對話 那個是怎麼樣 我傳訊息給他 然後他就會消失掉 沒有 就是很單純嘛 隱私對話對不對 那我隨便Key個字對不對 想要對方一收到 你射5秒鐘 他就5秒鐘不見 射10秒鐘就10秒鐘不見 所以對方如果看了之後 然後就5秒鐘之後 這個就不見了 對 不會被留紀錄 原來是這樣子 好 不過說到這個Btalk 可是最新的對不對 行動類的交友軟體嘛 不過我們來看看喔 其實交友軟體很多啊 以往呢 這是比較嚴肅一點的 這邊是比較就是免費型的 大家說比較親切 這到底操在哪裡咧 早期呢 我們都知道阿群公也很夯嘛 夯到連大陸都可以拍電視劇 第2、3部曲嘛 第4部曲要出來 那還有月老銀行嘛 就有很多那種族課 或是這些高科技人士等等 他要找男女朋友或配對 他要通過月老銀行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以相親婚戀為主的 那他都是要收費的 那他的特色的地方是 他是精準配對 就是我今天我要去認識朋友 我告訴人家說我的 所以我說他的月收入要超過30萬 對不對 然後年齡要在20以下 有沒有小孩什麼的 或是長得怎麼樣 他都去配 他可以精確去看 所以他是要付錢的 但是現在這種免費的不是 現在這種免費就是 讓你認識一堆人 然後不用付錢 那有時候你在交朋友的時候 也就是現在都關在電腦前面 對 或者是每天宅在那邊 然後朋友永遠就剩到五個 或是六個 你找不到新朋友 那這種好處就可以讓他找新朋友 而且他找的方式 他沒有設定條件 你今天有時候你在找朋友 是 只是要聊得來的 你根本就不要看他的背景 對陌生的也沒關係 就我只是想要有一個新的朋友 然後跟我聊天 就比如說我今天 看到奕華在這邊 我想跟奕華聊聊天 其實我們完全背景都不一樣 對 然後也不用管他是什麼 那他的收費是用廣告為主 廣告為主的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剛才說到了 其實我們來仔細區分一下 剛剛那個是跟WeChat比較像 對不對 跟微信比較像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 你看這個東西有分很多種 陌生交友 那月老銀行跟我們愛情公益 都是陌生交友 陌生偏嚴肅 對 他有一點那種區隔部分 那WeChat 他墨或Btalk 就是完全是休閒 就是針對不認識的人 那臉書跟Line 是純粹熟人才可以用 那這個 那個Linking那個東西 我就覺得 這東西台灣很難用耶 很難用 很難用沒人用 所以我就直接跳過 然後這邊就是臉書 大家比較熟悉一點的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有臉書 而且最近新聞 比如說爸爸媽媽喜歡 加自己的兒子女兒的臉書 對 我媽也開始加我臉書了 那可是有臉書的話 你就要 莫名其他交新朋友被人家發現 是 你的老婆 你的女朋友 你的男朋友會發現 就沒辦法這麼做 那有這種需求呢 就可以通過陌生交友 好 這樣伯興哥可以先回座 剛剛沙維介紹了之後 你應該對Btalk 有一點了解了 可以來自己試試看喔 不過寬哥 剛剛說到這麼多 就行動啊 這個交友啊 這APP越來越夯了 有相關概念股嗎 台灣的相關概念 大概都在硬體這一塊 軟體這一塊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上市的時候 都是幾乎都是 最燦爛的那個時間 已經過了 例如說以美國來說 美國他們的交友網站的 年會費 我說了可能大家會嚇一跳 五百塊美金 五百塊美金 年會費喔 那各位去想 這些寂寞的 因為美國他們的離婚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們很多是要求要 再婚的 那要求要再婚的 像整個歐洲的一個部分的話 也有很多的宅男 他們也會要求 所以那個會費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是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這種 所謂的通訊軟體APP的 他們都是走廣告 廣告收益 所以純粹服務它是一個手段 真正最需要的 還是從廣告商去拉 對 那我們台灣如果說去談到 我們剛才去講講講講 這麼多 最簡單的你要一台手機吧 最簡單的你至少要一個平板 一定要有一個平板 或者要一個所謂的手機 那台灣做平板做手機 這個真的是太強了 可是這裡面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平板跟手機的心臟 心臟是誰呢 就是聯發科他們所做的 手機的一個晶片商 那以聯發科來說的話 他們現在是真的是越來越強了 強到什麼地步呢 目前包括了高通包括了博通 都要降價 來去跟整個聯發科做正面的一個衝擊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聯發科都呈現所謂的一個高姿態的一個整理 我目前的一個判讀是 聯發科如果說真的有股價回測一下的話 下半年的成長的軌跡還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倒是認為聯發科可以多注意一下 聯發科如果有一點點太 大家覺得太高檔的話 或者是太貴的話呢 有沒有其他檔 目前來看我們剛有跟各位報告 我們比較大的強項還是在硬體製造這一塊 可是如果說我們剛有談論到APP這一塊的部分的話 還是以所謂的軟體開發來說的話會比較好 那軟體開發的一個部分的話台灣這一波 至貫的一個部分的話 倒是可以多注意 因為他們是集團性 包括了遊戲 包括了很多的一個平台 甚至於他們現在也要切入到新的一些 包括了B2C到所謂的C2C這一塊 所以我認為在整個老牌開發上這一塊的話 目前他們的位階比較低也會有機會 好的 坤可以先回座了 剛剛有提到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開發的這個部分 都有相關的概念股可以了